三个中产党 今天讲一件事很不中产 很不知中不中产 等会去问大家 就是讲大家乐铁板餐的问题 最初我在连登的讨论区见到 很多传媒都有报 甚至大师也有 也有写过 我先简单解决了什么事 最近连登有人就说 我现在去大家乐 买个70元的铁板餐 明明那幅图有铁板餐 但他竟然用膠碟上铁板餐 那铁板去了什么 不是,是膠碟上铁板餐 然后有些传媒就问大家乐 他就说 其实我们的铁板餐 都是叫做滋味铁板餐 没有叫做铁板的 不过那些员工就错误 把铁板餐的照片放上 我心想为什么错误了 原本你有个没铁板餐的照片 他就特意不放那张没铁板餐的交碟 就放铁板上去 这个当然我觉得不合理解释 但anyway 其实有很多人很感叹 大家乐应该是一些中下阶层 甚至低下阶层吃的地方 我吃过铁板餐 都是无非想要有些咋咋的感觉 你连这东西都剝削我 那吃铁板餐有什么意义 如果没有铁板餐 我先说我个人的经验 其实不单止大家乐 以前不是以前的 现在大快活都有一些 没有字字声的铁板餐 他叫什么 我都有一个新发明的铁板 铁板也是热的 但你看看 我放一些汁下去的 竟然是不会灑灑声 那你就不怕汁到周围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是为你好的 其实是为你好的 所以不是很热的铁板 不是很热的 热手但是不是那些铁板 真的可以热到字字声的铁板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讲为什么 这个是不是关于中产的话题 以前吃铁板餐 我小时候来说 都算是很厉害的 当然以前快餐店 没有这种东西 主要是去扒房吃 那些是豉油餐厅 是的 豉油餐厅 金鳳 飞鷹 接着大家乐大快活有铁板餐 其实都很厉害的 因为那时候最贵的就是铁板餐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一入大家乐大快活有哪样餐最贵的就是铁板餐 铁板餐是象征着 你在一间平民快餐店 吃一样高级的东西 是铁板牛扒餐 是 还要一落汁的时候 那一刻所有人都在汁目 当然了 我又告诉你 我自己吃这些铁板餐的经验 是 怎样呢 我因为 外国有没有铁板餐 其实 外国 你在美国有没有吃过铁板餐 我没有吃过 铁板不是唐人 我讲到香港的经验 我也没有吃过 我讲到香港的经验 因为我小时候也有去美餐厅吃 亦都有去炸餐厅吃 所以我自己去吃这些铁板餐 我教朋友 或者我自己的经验是怎样呢 因为我觉得 牛扒 我懂得分漂亮的牛扒 和很难吃的牛扒 那些铁板餐的牛扒 当然很难吃的牛扒 所以我逢去这些茶餐厅或者是西餐厅吃碟板餐的时候 就一定不会叫牛的 就是叫鸡扒 鸡扒 鸡扒都不是铁板餐厅 或者是猪扒 因为当时没有黑毛猪 所以说猪扒 鸡扒 加一条腸 每个地方都是吃的 雜扒 雜扒 所以叫雜扒 我都觉得很值得吃 又不会太难吃的 我小时候 如果我去吃鸡扒 我只会去荔精吃 你小时候去荔精的 现在我们要补充一下 我现在 当然不是最高级的餐厅 去三四百元一个人的餐厅 中产餐厅 我都不吃牛扒 因为我知道 一块很漂亮的牛扒 三四百元是吃不到的 但是一块漂亮一点的猪扒 三四百元是吃到的 所以我现在去那些 中价的西餐厅 我都是跟朋友们说 不要吃牛扒 要不就吃鸡扒 要不就吃鸡扒 其实鸡扒也不好 因为鸡扒也差不多 但是猪扒是会吃到分别的 会比较小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是我的心得 我现在说 以前是铁板牛扒餐 因为之前最初是铁板牛扒餐 后来就发现 铁板牛扒餐 牛的成本是最高的 所以刚才你说了 所以就是铁板牛扒餐 然后一块牛扒 就集一块鸡扒 所以就可以减低了很多成本 因为两块牛扒 一块牛扒 但是到了后来 现在就是铁板牛扒餐 就变成完全没有了牛扒 就是鸡豬 鸡豬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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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这样的鸡鸡鸡鸡炒 开让即烤烤烤热的工具 所以為何他們不做鐵板呢? 就省了這個 但如果你說剛才說大家樂路都有 那他們是怎樣呢? 沒有的話,他們縮了啤皮 就是可能他們新的分店沒有鐵板餐 我再說,他們說張君奧 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在很小的時候 這個世界上,香港的環境 是有很多快餐店 在所有快餐店之中,大家樂是最高級的 但是現在因為其他快餐店沒有了 所以快餐店要直接面對那個階層 雖然他在下面還有淡製 他直接面對那個階層 以前是比較中階的快餐店 現在已經變成平民快餐店 你看見以前,大概十年前 他推出那些什麼一人火 他那些是高級一點的 但是現在自從有一天我看到 就是清姐 當然很尊敬清姐 我認識他 他在那裡說大家樂扒 那些東西是多划算 然後你就去見到那個 BabyJohn去做廣告 那你就發現我們的魚貓 哎呀,老闆叫我開會很開心 但是大家樂以前是做高一點 做足一百分 就是那些東西是很高級的 就是以前大家樂的廣告 是打高一個層次的 現在大家樂是這麼低一個層次的 就是整個它的市場 就是抵食啊抵食啊 哇,正啊,老闆請啊 就是不像那種以前很 貼近西餐廳的位置 是的,以前就是不停去推出高級的東西 希望去賺多一點 就是我覺得大家樂的問題就是 你沒有了意價能力 你看這個最新的盤帳 它最新的盤帳 它就賺多了 營業額多了1.幾% 但是呢,利潤就高了16.幾% 簡單來說就是減價 是 生意沒有多多,利潤增加了 是的,沒錯 那就是減少了一些預算 去令到盈利增加了 是的,當然你能夠減到預算 你能夠令到盈利能夠去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用一些比較差的料 很簡單 沒有理由的租金可以減到 是,沒錯 薪工又減不到 已經差不多最低工資 有一個可能 你可以減少人 是 減少人,減少人 減少人 但是肯定沒有辦法避免 就是用一些比較差的料 是,你一定要用食品 所以你看得出現在整個大家樂的 strategy 是 沒有前景的,很灰暗的 是不是這樣說呢 我會沽空你的股票 我會沽空你的股票 但是他的食品 我會沒有吃 質量差了 是一回事 但是他的盈利能力 是兩回事 是不是 他選擇 如果他不是逼不逼 因為他低檔的 是整個整個 於是他打過市場 但是香港市場 是saturated 還是因為稍微有消費力 就是那些 我就不去跟你吃鐵飯 香港 我吃一間更漂亮的 我知道 但是香港,你如果自己做快餐店 你哪一道肯定 當然是再加部大家樂 你其實基本上 你開模可開 你很難再開 再增加分店 所以變成你的 growth 是會很大問題 就是你除非在大陸 但是你打大陸這麼久 你都給那些大陸 什麼東西 功夫點心 什麼東西 真功夫 那些奇奇怪怪 那些 那些比你更便宜 那些去競爭 變成你很難競爭 我補充一下周遠大師的說法 其實他說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做飲食只有兩條路 要麼你就吸收預算 越做就越便宜 去令到利潤的空間增加 要麼你就提高當次 只有提高當次才是有希望 我們找他的競爭對手去說 譬如美芯 因為我經常去快餐店 美芯現在絕大多數都變成美芯MX 其實美芯MX是一個 改變了品牌 就是我用漂亮的裝修 先進點餐方式 那種感覺上 好像適合半個系列 當然東西會賣貴 這是加價的理由 另外大快活 雖然 他們有沒有鐵板 美芯MX 有 有鐵板 為何人們可以維持有鐵板 但貴一點 為何這樣 你沒有加價 你不敢加價 你沒有異價能力 你感覺上 但美芯MX 感覺上整體消費是高級的 如果你現在有美芯MX 那些裝修跟以前已經不同了 以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早期美芯MX 白色椅子 白色桌 有短形式的 我們印象中的 連鎖 現在不是 全部用實木的紋 我不知道是不是實木 木椅 暗色的包裝 這些就是告訴你 我們在社會科學來說 叫做S型消費 S型消費 S型消費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做到很有品味 其實他賣的東西 可能都是差不多當事 但我不明白 既然有美芯MX 是想越做越高檔的 剛才那個說法就是 因為大家在競爭對手做低檔的 沒有了 於是他可以遷就少人做低檔 但為何其實都有一些 發展店 他是寧願 從沒那麼高檔去追上高檔 而大家樂要走回 其實這個是選擇 我用幾個說話 美芯MX 其實他做餐廳是成功很多 而大家樂做餐廳的部門 以前做Saghetti House 例如上海老奴 美芯MXP Live 他做過檔次 即餐廳部門 是做得成功多 而且他有很多高檔的餐廳 你很容易trickle down下去 你搞好那些 而大家樂做來做去的餐廳 他做不到高檔的東西 即是他的思維 做不到高檔的東西 經常想要便宜 於是他就變成了 他打不高檔的檔次 美芯MX是香港最大的參與集團 大家樂是其次 但大家樂做不到那個檔次 你沒有做開檔次 所以你做來做去做不到高檔的東西 現在他最慘的是他下面 被淡仔的夾一夾 如果不是 我不如是淡仔 這個問題是他不是現在 這刻做不住 你是看著前景的意思 大家樂還是比大法會家 其實如果你看這一刻 你覺得大家樂 好像形勢大好 日利增加了那麼多 但我們現在看一個問題 你今天靠Cut Budget 去維持你的盈利 難道你將來越做越垃圾 越做越便宜 將資料越做越差來做嗎 我們想來想 這個東西是維持不到的 加價可以 有很多房間 但是Cut Budget 就沒有空間 Cut Budget是減少多少 對吧 這個是問題 說回大法會 雖然你說一直都做得 沒有大家有那麼好 但其實他都有嘗試去做一些高檔 例如現在你去大法會吃 就是他晚市全部都送餐 你不用在桌面等 我給了錢你坐下 就好像茶餐廳一樣 有人會送我餐來前面 為何要做這件事 因為他希望去區別 雖然我們說下面只是淡淨 但實際上還有很多 兜蹦快餐店 茶餐廳 還有這些東西 就是再低下街的選擇 現在大家樂的選擇 就是跟這些低下街的競爭 你跟低下街的競爭 你只能夠鬥便宜鬥賤 而別人可以一直都用更便宜的方式去做 你只能夠繼續減下去 其實你又說 如果做了這麼大的更快餐店 更便宜賤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一定要有一些貴的去等著 即是你有一些鐵板馬餐 你來到消費我 我一定有一些四十元的去殺你 但你想吃貴的 以前你會想吃貴的 不要緊 我有一個一人火鍋 我有一個鐵板馬餐 即是有一些貴的東西去等著 更加大又重要是甚麼 現在大家樂旁邊一定有美心 那你想想我是一個消費者 大家都發覺差不多價錢的時候 我當然是去美心 因為我感覺好像乾淨一點 裝修好一點 結果長遠來說 都是一些願意有質素高的人 都會去美心 越來越少人會去大家樂 問題是這樣 其實呢 好像你這樣 就去快餐店 其實快餐店就算是奢侈 當然是 快餐店 我覺得大家搞不清楚 現在今時今日有了淡仔 有那些甚麼東西之後 那些大陸發言 很快速那些真是快餐 那些真是快餐 即是你吃那些一碗麵 因為大家樂 你都四肆上有張桌子坐 別人一張圓桌 然後坐幾十個人 你一定不夠去競爭 所以你只能夠從上面競爭 不是 我攢平所遲心在街頭 只能是在街頭上摔 多些人都會逃遲 總之就是用值很容易找到 不用一定騎下樓下樓下了 你正常是逼沒有你們 現在都說了 有些大陸的網站 旅遊指南是叫 inc.m.在大家樂 或者在大法會ank 這東西是中門 但問題是你如果 別人感覺上是中阶 你做的食品質素是低階 你去過大陸的格局,高級大陸有很多快餐店 大陸那些真是淡仔式,最出名的叫做沙縣小吃 那些是垃圾,你坐下來都不知怎算好 大陸最多的店舖就是沙縣小吃 每個城市都有幾百間,但每個城市都有幾百間都是不同的 這裏還有小時間,我還想說一件事,不單是說大陸 其實香港現在經營低階的店舖飲食 如果我們不貼地說低階的店舖,質素真的一直下跌 你不要說扒餐變成了油扒餐,變成了雜扒餐 我現在去茶餐廳吃,我完全感受到質素生活環境的下降 起初雞扒餐,兩大塊雞扒餐,慢慢就雞扒餐變成雞扒雙蛋飯 慢慢就變成半塊雞扒餐,加雙蛋再製作兩條腸 其實現在的雞扒餐,不會再有只雞扒餐 一定是有火腿蛋液在中間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現在是向兩極發展 你願意付錢的人,就越比越貴 你不願意付錢的人,就只能不停扣減食物質素 去遷就市場 所以人們越來越窮,真是貧富的 所以你說最窮的人現在都不會去大街浪 因為他知道大街浪是最貴的 而很悲哀的地方就是,我們經常都說什麼GDP、經濟增長 這些東西不會反映在GDP上 但我有另一個問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認識中產人 他們可能像你所說,去吃茶餐廳 或者吃過滑滑滑滑的餐飯,那些扒餐愈來愈少 但他用一頓飯的價錢,就算是飯 他又會用這個價錢去買杯茶 台灣的水果茶 那些是黑糖的,珍珠奶茶 那一杯茶是貴的那一碟飯 究竟是消費,是有錢還是沒有錢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S型消費和M型消費的意思 M型消費就是麥當勞式的消費 就是顧及你最基本的生存 問題就是,反正吃東西都是從垃圾差不多 我就選一間最便宜最賤的食物 但是你要滿足你心靈上的感受 你就是將吃這些鑑平鑑賤的東西,省回來的錢 就是買一樣東西,是可以滿足你心靈的珍珠奶茶 因為你會覺得,這一杯東西,它不單是珍珠奶茶這麼簡單 就是四五十元一杯 令到我喝完之後覺得,我真的享受了一些好東西 你除了一下,我如果吃過六十元的餐,都是垃圾來的 可能好吃一點點,和我拿四十元吃的更加垃圾的東西 但是我省了二十元,然後買一杯珍珠奶茶 那個感覺是不是相差很遠 就是這樣,你現在說 就是你無論如果用一百元以下去吃一餐 你無論吃什麼你都不行 但是現在我這樣,至少我有一件事是可以的 就是珍珠奶茶,我那樣是不行的 我那樣是不行的,但我那樣是不行的 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的 就是我省回來,很多時候你會這樣 我省回來,那些人不吃飯,或者吃麵包,只是為了看一場戲 那場戲,他滿足的就是以前的 你有一件事是一百分的 那你只剩下那件事,你零分,你無所謂 就是你放棄了一件事,去做另一件事 那沒辦法,始終Kelvin就是離地中產 就不明白,也對的 我想可能很多觀眾都不明白 因為這個是三個中產黨的節目 但是不要緊,下次我再講一些 又高檔一點 高檔一點,離地一點的飲食題目 好,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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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次再見